来关心新北市幼儿园的未读案风波 持续在延烧 就算新北市长侯友宜承诺说 市府会全力协助 但是对于家长来说 心情只有无奈跟悲痛 包括现在园区的监视器 关键画面是全部不见了 疑似是不是被刻意的移除呢 而另外老师声称为的是感冒药 只说有一份同意书 但是家长现在反批了 那只是用药记录单 用来记录小朋友 这一学校的用药情况 这并不代表家长同意 让小朋友吃下老师准备的药物 而现在这些管制药物 到底从何而来 市府却以侦查不公开为由 作为回应 让家长们实在难以接受 我们会不断的努力 让家长可以得到安心 以及孩子们的健康能够守护 侯友宜南下参加行程 却依旧逃不掉板桥幼儿园 未要风波 虽然给予承诺会 全力协助却挡不住案情 持续延烧 园内监视器无缘后的画面全消失 有教师指出是因为监视器在更新中 但根据老姐 幼儿园本来设有十多支监视器 但因为四月中家长投诉 园内管教不当 再加上租约即将到期搬迁 疑似为了省麻烦 才将部分监视器拆掉 优老师向警方公称 喂给幼童的彩虹药水都是感冒药 而且家长都有签署同意书 但这种说法却惨遭反批 所谓的幼儿用药单 其实跟这个网络所传的家长同意书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家长愤怒公开用药单 反控所谓的幼童用药单 是请原方协助记录 喂药的各种资讯 即便需要家长签名 也只是做确认 要了解在校喂药情况 并不代表是同意老师随意喂药 家长始终最想知道的资讯就是从孩子体内验出的管制药物巴比陀 到底从哪来 但市府都以侦查不公开为挡箭牌 说路明白 今幼儿园为药事件越演越烈 但市府作为慢半拍 恐怕都难演家长内心怒火 记者送我报道